打架罰多少錢 打架 如果出去打 聯盟罰100 300 300 如果不出去呢 不出去球隊罰300 所以看你要出去還是 不出去 去了那些選手都很巨大 那萬一你衝出一個運氣袍 一面而來是個黑人 還是扁嗎 要爬過去就要看 就要找說那個比較小 跟我身材差不多 先挑 對 先挑 你有沒有忘記過暗號 有啊 那怎麼辦 會被罵 會罰錢 罰錢啊 對 球隊這麼窮啊 罰多少錢 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有在賺錢 所以 所以很在乎這個錢 對 很想在乎這個錢 譬如說 忘記暗號罰多少錢 罰 我們一開始先罰5塊美金 然後第一次5塊 第二次Double 10塊 第三次20 第四次40 一直往上走 可不可以一場比賽 先交100塊 100塊是你沒有到場比賽 是100塊 如果你今天我要出去玩 可能隔天不能比賽 你就先給教練100塊說 我們明天不要去比賽 這樣可以 是啊 小檸檬這麼好混啊 你的薪水幾乎都付出去了 教練我大概四天不來 那我問你 打架罰多少錢 打架 如果出去打 聯盟罰100 300 300 300 如果不出去呢 然後不出去球隊罰300 所以看你要出去還是 不出去 不出去 這是要看自己的 當然是 這種就是中國人講 伸頭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 所以要出去 對 看你要哪一個頭 你不出去就是 對 我看不起你 你沒打過架喔 沒有沒有 我在旁邊看而已 就是 因為他們會記嘛 聯盟會記 然後太多人 他一次不會記那麼多 那打架 他來不及 如果打輸嗎 OK… 如果打輸罰多少 那個沒有在輸贏 中間拉開了啦 那種假裝在打 他被罰 對… 這種事都在外圍 對… 因為他們在旁邊笑的啊 然後拉人在笑 兩個還笑在一起 對不對 有啊… 都有 那請問一下 這個你們現在不是說 在我們的亞洲打球啊 那去了那些 那些選手都很巨大 那萬一你衝出一個 運區跑 一面而來是個黑人 那還是扁嗎 要排過去就要看 就要找說 拿一個比較小 跟我身材差不多 先挑 可是他們會不會耍心機咧 會啊 也會喔 會耍劍喔 也是會啊 對啊 他們怎麼耍 你們舉個例子來聽聽 他有時候就是你打擊力 就是球技前半段 打擊力很好 打擊力在三層以上 是 三層以上就很好了 對 然後他就故意說受傷 然後就不打了 然後那成績就維持在那邊 好健喔 球場看到就 這選手三層以上不錯 那就可能給他機會去 打點摩 二五先發名單 是不是 好健喔 那你也可以來啊 你也可以這樣 我們國家人怎麼會這樣 很盪盪啊對不對 很靠實力啊 對啊 還沒有打到三層 沒有受傷 那時候我們就 心還沒打到三層 你打去三層 雷也不好 你知道嗎 他就下去了嗎 那你們有機會說就是說 你們都在1A嘛 對不對 你們有可能就是說 你的球隊跟他的球隊打起來嗎 有 去年我們有一打 有 遇到幾場 兩場 兩場 有沒有很開心 自己人欸 一直在笑 一直打招呼 這樣感覺蠻過癮 對 我跟他講投手的球路 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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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還是台灣人 另外一個隊友台灣的 真的嗎 他叫什麼名字 鄭齊鴻 鄭齊鴻 你還跟他擺到 沒有 結果他打 結果他打出來沒有 他打拳雷達 我是騙他了 我跟他講說另外一種球路 結果他投的不是我講那種 結果拳雷達 那也不關我事 那你很厲害欸 不會 你這樣打出去他會 很杜亂 有啊 他比賽往前 比人是咧 比賽之後我去找他們嘛 他去打我啊 對啊 就開始一直唸 一直唸 那自己人 沒收聽過 要全力打 打二人要打就好了嘛 對啊 那是因為我剛好 那時候還沒有三層 我要努力打到三層